現在台灣人就認為 我說我是鷹派的退伍軍人 我是背衣少將 我是鷹派的 我說背衣少將有鴿派的嗎 就是你打我 拜託不要打我 有吳思懷 對 那他已經除意了 我還是背衣了 他已經除意了 如果我們的背衣軍人四五十萬 都是鴿派的 台灣完蛋 他說你把戰爭帶到台灣來 我說你要問習近平 不是我要去打中國 是習近平要打我們 你應該罵習近平不要臉 而不是罵我 我說如果你罵俞北城 這樣的背衣軍人捍衛國家 是不要臉 我說你要罵二十一萬五千人 現役的國軍都如此 哪一個國軍會投降 哪一個國軍不願意捍衛國家 我說你要罵二十一萬五千人 所以你罵我代表侮辱國軍 南投服選我也去了 蔡培會蔡明軒我都幫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剛才審委員講的 我可以告訴他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看到我有一個婦女 指著我罵你知道 罵我不要臉 罵我不要臉 他說你這種少將 把戰爭帶到南投來 你滾回去 大家了解了吧 為什麼 他們不想打仗 因為我是要捍衛國家的 大家有空過年期間 去看一部片叫維城 叫維城 就是那個軍閥的兒子 到了這個城裡面 去燒殺掳掠 然後這個地方維持自然的隊長說 我要把這個人抓起來 他說你抓我看看 你抓我今晚只要不要回 我沒有回到軍營 明天我的軍閥的部隊就來滅城 就來滅城 後來這個整個城裡面 就產生了兩種氛圍 一種是不要關他 好好的請他吃飯 有錢就給他 他明天就不會來了 我告訴你 這些人每個都拿出家裡最好的韭菜 來款待他 最後軍閥還是來了 來了先把這幾個款待他韭菜的 先把他給射殺掉 為什麼 你只給我這一點 我要你全部 我要你全部 這部維城大家看就知道 現在台灣人就認為 我他說我是鷹派的退伍軍人 我是背衣少將 我是鷹派的 我說背衣少將有鴿派的嗎 就是你打我 拜託不要打我 有吳施懷啊 對 那他已經除役了 我還是背衣了 他已經除役了 就是如果我們國家被人家侵略 他不用上戰場 我是要的 我是背衣的 背衣的軍人有鴿派的嗎 如果我們的背衣軍人 四五十萬都是鴿派的 台灣完蛋 後來很感謝友台 就把我這則新聞登到電視上 我就拿友台登的這部片 去警察局告他 告他公然侮辱 他就到桃園來跟我道歉 我說 他說希望我撤告嘛 我說好 你坐下來 聽我講完 你再決定 要不要 你要罵我罵的對不對 我就告訴他 我說我是捍衛國家 他說你把戰爭帶到台灣來 我說你要問習近平 不是我要去打中國 是習近平要打我們 你應該罵習近平不要臉 而不是罵我 我說如果你罵余北城 這樣的背衣軍人 捍衛國家是不要臉 我說你要罵二十一萬五千人 現役的國軍都如此啊 哪一個國軍會投降 哪一個國軍不願意捍衛國家 我說你要罵二十一萬五千人 所以你罵我代表侮辱國軍 所以我告你 最後他錄了影片 然後寫了回過書 請我撤告 因為我念他年紀大 念他年紀大 我說好 我保留法律追溯權 我就撤告了 因為他他們在很多的這個群組裡面 都說像余北城這樣的人把戰爭帶到台灣來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台灣不會打仗 這就跟圍城一模一樣 是吧 文軍他們打法 就跟圍城一模一樣 圍城就是說把這些要主張把軍閥趕出去的人 這人是好戰是引戰的 要把這些負責保護城池的人 把他交出去 反正都沒有槍 都沒有刀 我們這個裡面都太平 然後軍閥來 要什麼給什麼 就不會有戰爭 最後全部被屠殺 所以我覺得 你們的觀念錯了 這是中國的認知作戰 而且他的認知作戰的做法是怎麼樣 一分軍事 兩分認知作戰 可怕的是為什麼習近平現在不敢打我們 因為七分在貪污 所以我才說 面對這些人 我們要慢慢的那種正確的觀念 讓他給散布出去 我們不是好戰 我們在捍衛國家 我們如果不捍衛國家 他早就來了 美國普利斯講那一位作家說 我們是亞典 其實是這樣子 大家記得有個電影叫三百壯士嗎 那個就是在講亞典 他們就是面對一個龐大的波斯帝國要打過來了 他們的元老院就是類似國會來說 不 我們要保護我們民主 就派出了那個部隊去 在溫泉關 用小部隊打贏的陸戰 起到要死 結果他又要翹股的 那個我們說的 就是把那個敵軍誘過來 最後就是整個亞典聯邦跟那個 就是說通團結起來 會擊敗那個波斯帝國 所以今年過年要兩部看兩部電影 一部是圍城 一部是斯巴達 三百壯士 我先簡單說 那再來亞典還有一個很經典的 是波斯帝國被打敗之後 還沒收拾 說好 我們下次登陸 亞典又來 亞典說我們國家小沒有錢 結果亞典就決定 我們海軍造不對稱作戰 我們造小船 因為古代的船都是大家看 那種三排的戰槳 兩個船靠上去就衝啊 陸戰隊就上去殺對方的水手 跟那個神鬼騎航一樣 亞典說不要 我們造小船 用船頭包那個銅去幫你撞成 就跟現在我們說的潛艦一樣 剛才將軍講的 我們用這種不對稱 又快又便宜 那再來講說 在那個選舉前的一些錯誤的 什麼戰爭和和平的選擇 唉唷 我想說奇怪 你們都沒有打過約飛跟秦懷的故事嗎 秦懷就說要和平 跟那個金人合想 那個什麼什麼 最後搞到北宋王國 還有一個汪精衛也是啊 所以說我現在就是 很謝謝大家 台灣人就是說 展現我們的智慧跟勇氣 我們是在壓力下 在槍口下不屈服了民主玫瑰 我們像全世界 2024年是超級選舉年 76國選舉 我們像全世界證明 我們有能力保護民主 那剛才瑞德哥說 那個特種部隊 剛好從家裡的倉庫 在整理東西 就撈出這個 今年開始當兵 這個將軍 曹律福 曹律福 這個是以前 大概快三十年了 差不多 三十幾年前 天A 對 雨是台北市 天地懸航 宇宙懸航 天地 那個什麼 宇宙懸航 把我博士在講 就知道我們年紀了 不要這樣 將軍你看 你看這種這種草綠福 那時候 你還留著 最早的時候 我也留著 黃埔大部 一年十個月 一年十個月 那時候我們是露營兩次 一次是在成功 一次在正式露營 露營不是露營 然後畢業在下部隊 你看以前野戰部隊多操 抄回來上面就一片白的 感覺汗汁還在上面 流汗會有那個炎 所以說 謝謝就是說現在 就是開始第一批又露營的 一年的弟兄姊 弟兄保護我們 以前我們保護你們 但是現在換你保護我們 就是我們大家保護大家 大家保護大家 我們就是說一起 就是要有這個民主跟自由 為什麼要這樣說 就是考公軍 我跟我們說就是這樣 就是說選前 的確年輕人有些選票變動 板塊變動 但是那是當兵 兵役恢復的一個陣痛期 所以我相信以後台灣社會更成熟 這個現象會那個 那第二個 所謂榮譽感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說以前我們去成功年的時候 光宗耀祖 全家都照顧皮紅色的彩帶 我兒子去成功領了 怎樣都怎樣 那個貪心的時候 女朋友來 送個麵包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是 我是覺得很有信心